你绝对不敢相信,眼前这群高贵优雅的富婆,卸妆之后居然长这样 原来,他们是杀人不眨眼的女巫,专门以猎杀小孩为乐 这天,杰克和奶奶逛超市时,意外召见了一个笑容诡异的女人 女人问她要不要吃糖,可从袖口专出的轻食,却把杰克吓得无法动弹 就在这时,奶奶闻声赶来,女人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到了晚上,她就告诉了奶奶 原来奶奶小时候,也遇到过女巫 而是她的朋友,就是因为吃了对方给的糖果 结果第二天,就变成了公鸡 奶奶亲眼目睹了,朋友的变异,从此再也不敢和陌生女人说话 因为女巫一旦锁定目标,她就不会离开 想到这里,奶奶赶紧收拾行李,连夜的孙子离开了小镇 他们开车来到,一个豪华的酒店在密封头 可没过多久,一群穿着华丽的女人,就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大厅 他们举止优雅,回身名牌,可戴精致的妆容,也难以眼在嘴角可怕的裂口 另一边,杰克带着宠物老鼠,在酒店里闲逛,并且遇到了小胖 两人聊得很开心,见旁边宴会厅里空无一人 杰克大胆地走了进去,谁知没过多久,是被灯光骤然亮起 先前的那群富婆,就全都涌了进来 她被发现,杰克赶紧躲了起来,可领头的女人,好像闻到了什么味道 她潇洒转身,让手下用木棍锁住了大门,两个女人帮忙托下外套 杰克转才惊恐地发现,杰克在她身上的金色装饰,竟然是一条蟒蛇 女人刚准备走上讲台,就再次闻到了,那股气味 可她没有在意,迅速开始今天的仪式 因为为了伪装成人类,她和小姐妹们已经忍了很久 女巫首领走上前,让所有人试掉伪装 下一秒,她们就露出了三根手指的手,还有一根脚趾的脚 这掉假发之后,她们居然全都是光头 万万没有想到,这些人居然都是女巫 讲台上,女巫首领十分生气,指的手下面最低业绩太差 小孩子越来越多,害得她都没了食欲 为了提高效率,首领决定拿出全部存款 让女巫们去世界各地开糖果店 说着,她从胸前逃出一瓶紫色药剂 只要把这个东西加在糖果里,就会把孩子变成老鼠 听到首领的计划,女巫也开始疯狂的鼓掌 这些女巫聚集到一起,就是为了猎杀人类小孩 而这些女巫最怕的,就是你表情包里的第三个表情 否则是狗头,不知道你们的是什么 就在这时,女巫手里发现了杰哥的踪迹 高众妹把她从通风管道里抓出来 叫妹声就从身后响起,而走近来的人居然是小胖 在女巫的蛊惑下,小胖吃下了有毒的糖果 没过多久,就开始疯狂地出动起来 就这样,小胖成了一只老鼠 随着手领一声令下,无手高跟鞋向小胖踩去 杰哥排在管道里十分着急 小白手直接冲了出去 这吸小胖的尾巴,把她救回了通风管道 可这也彻底暴露了 杰哥的位置,手领一把把她拉了出来 驻女巫昏涌而上,通知住了杰哥 见无法撬开她的嘴,就干脆把变鼠药剂 睡着耳朵灌了进去 没过多久,魔法开始生效 只见杰哥身上高空,也变成了一只老鼠 她被女巫们玩弄于故障之中 眼看就要被锤子打成鼠柄 小白手再次挺身而出 一口咬上了女巫的手指 三只小老鼠向管道深处跑去 可是没想到,女巫的手臂可以无限伸长 危机时刻,他们跳进了另一个管道 就这样,杰哥等人逃过一劫 小白手名叫宝儿 在被女巫施法之前,也是个人们小孩 三人来到杰哥房间 准备找奶奶商量对策 杰哥上前一顿解释 才让奶奶明白了,现在的状况 可女巫的房间就在楼下 这样奶奶又想起了 儿时的童年阴影 为了变回人类,解救更多小孩 杰哥自告奋勇 准备突一瓶变手药剂回来 好让奶奶研究解药 趁着对方出门 准备散家晚宴 杰哥钻进毛线袜子 顺着阳台一路来到了 女巫的房间 好不容易拿到药剂 准备返回时 女巫居然回来了 杰哥只能躲了起来 趁着女巫不注意 她赶紧逃跑 可当她跑进袜子 被奶奶往上拉的时候 居然被女巫发现了 危机时刻 奶奶找了个借口 这才躲过一截 拿到药剂后 奶奶想挑射出解药 可尝试过很多次后 还是失败了 为了不让更多的孩子变成老鼠 她没准备报复这些女巫 这时老鼠抱着神秘药水 来到了酒店的厨房 然后趁着厨师不注意 把这瓶神秘药水 直接扔进了南瓜汤里 而她制作也这样做 是为了拯救更多的孩子们 让这些邪恶的女巫 都变成老鼠 没过多久 宴会开始了 奶奶带着小老鼠们 也来到了餐厅 就在这时 南瓜汤被端了上来 毫无知情的女巫们 直接喝了起来 可是没想到 正准备和她的女巫首领 却追到了奶奶 多年前 她曾经将一个女孩 变成公鸡 而女孩的朋友 则逃跑了 如今 她再次出现在了自己眼前 就在这时 一个女巫开始抽搐起来 下一秒 她就变成一只丑陋的老鼠 就这样 喝下南瓜汤的女巫们 一个接着一个 全部变成了老鼠 趁现场一片混乱 奶奶赶紧离开 来到了女巫首领的房间 她准备消灰所有的药剂 可是没想到 女巫首领直接追了过来 她没有喝下南瓜汤 因此也就没有变成老鼠 看着凶狠的女巫 奶奶毫无畏惧 而另一边 这些小老鼠已经布置好陷阱 随着一声令下 捕鼠家立马家住了 女巫首领的脚趾 趁此机会 杰克暴露瓶子弹射起跳 将药水精准的 扔进了女巫的嘴里 看着面前空荡荡的瓶子 女巫知道一切都来不及了 就这样 女巫首领也变成了老鼠 她听潮山小只 展开了疯狂的追杀 可惜没过多久 就被奶奶扣在了 杯子的下面 奶奶在女巫箱子里 发现了大量钞票 和世界各地女巫的名单 有了这些东西 她们就能把全世界的女巫 都变成老鼠 临走时 还不忘为女巫最爱的黑猫 加了个餐 伴随着女巫私心练肺的嚎叫 奶奶带着杰克小胖和宝儿 开启了消灭女巫的旅程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你们会给她们点赞加油吗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